李委員 玉琳發言 原則上本條文共黨團推配議員發言 李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今天本席提出了退府條例的27條之一的修正動議 就是要將退役的軍人的子女教育補助費 把他法源放入退府條例當中 過去退役軍人的子女教育補助費 沒有法源受到相當多的批評 欠缺這個法源的依據又不立法 就國防部還有退府會的立場 都是支持發放子女的教育補助費 本席支持的修法 就是要一勞永逸的解決這個問題 退役的軍人子女教育補助費 本席是從2017年爭取到2020年 從蔡英文總統還有蘇貞昌院長 馮世寬主委還有國防部的嚴德發部長 都是支持恢復子女教育補助費的發放 卻是遲遲的沒有辦法實施 就是因為沒有法治化 行政機關無法可循才會形成這個僵局 所以我們要讓政策的美意來繼續的執行 才應該要作為一個立法者 來對所有的立法的精神 來做一個職責上的彰顯 所以我們看到若是不能在制度上的尋求解決 更是會凸顯出我們立法者的怠惰 因為執領教育補助法的路法 也必須要由我們立法院來作為我們立法的一個職責 今天本席提出的這個修法 就是要讓退府會可以依法發放 旅行蔡英文總統 蘇貞昌院長的承諾 這次的修法也立了水電費補助的法院 水電補助需要法院 執領教育補助費更需要法院 所以從我們委員會的審查到朝野的協商 有正面的支持 也有反面的批評 而對的事情 我們一定要堅持 而不是各說各話 讓這個僵局繼續的延續下去 本席要在這裡拜託所有的同仁 軍人是國防的基石 面對敵情的威脅 只有軍人站在第一線 為我們捍衛疆土 讓我們可以安居樂業 對於軍人的照顧 國家應有義務 請支持本席的修法版本 讓子女教育補助能夠入法健全國家 對軍人的照顧 好 繼續請 謝謝李委員 繼續請邱委員顯示發言 主席 各位同仁 針對這個二十七條之一的修法 有關退出於官兵的子女的教育補助問題 我們的立場是認為說應該要通盤的來考量 主要原因就在於說 其實從大法官4至485號解釋 就是說這個社會立法它的界限何在 在憲法上社會立法的界限就是平等原則 所以如果是以一個職業的類別 那作為這個社會給付 甚至社會的照顧的話 那大法官會認為說 這個部分還是要注意這個比例原則 跟它的界限所在 那這個子女的教育補助 這個利益是非常良善的 但是應該要回到這個孩子到底 他實際上是不是需要照顧的出發點來出發 而不是在於說他的父母的職業類別 所以就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是認為說應該通盤的來考量 不是因為說他是一個退休的勞工的小孩 不是因為他是退出義官兵的小孩 不是因為他是一個退出這個退休的任何的職業的小孩 而是要回到說這個孩子在這個我們的社會上 他到底是不是需要國家的資源來加以支撐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我們是認為說以一個單一的職業類別 來進行這樣的社會立法 來進行這樣的福利立法 這個部分呢 可能有這個憲法上面的平等原則的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是討論說 那到底這樣的一個職業的類別的這個子女 他到底需不需要照顧 那這個也是一個憲法上面一個必要性的問題 也就是說假設今天有一個退出義官兵 那他的所得替代率可能已經可以照顧他當了小孩的部分 那國家是不是需要再就這個部分來進行這樣的給付 這樣的社會給付 所以我們認為說回到一個社會立法 回到一個福利行政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原則 也就是說這個被照顧的主體 今天這樣的社會立法應該是以這個他被照顧的主體 是這個孩子 以這個孩子的出發點 以這個小孩實際上他到底需不需要 得到這個教育補助的角度出發 那不要分說他的爸爸媽媽是誰 今天如果一個勞工退休的這個小朋友 一個勞工退休的這個小學生 他需要社會給付需要照顧的話 我們當然還是需要照顧他 所以這個標準應該是一致的 以上謝謝大家 好 那現在表決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在民進黨黨團要求居民表決 居民表決時間六分鐘現在開始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开始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